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荷兰曝光机大厂ASML和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共同宣布 他们签署了一项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专注于研究和可持续发展 该协议为期五年,旨在通过整合ASML和IMEC各自的知识和专长 在两个领域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首先,开发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解决方案 其次,制定专注于可持续创新的计划 根据协议显示,双方此次合作整合了ASML的整个产品组合 重点是开发高级节点,使用ASML系统 包括0.55 NAEUV,0.33 NAEUV,DUV进墨 Eustar光学计量和HMI单光束和多光束技术 这些工具将安装在IMEC最先进的试验线中 并纳入欧盟和比利时政府资助的NinoIC试验线 为国际半导体生态系统提供最先进的2nm以下研发基础设施 研发的重点领域也将包括西光子学、记忆体和先进封装 为未来基于半导体的AI应用在多元化市场中提供全战创新 双方此次合作的一个新领域是为IMEC研究渠道中的创新理念和活动提供重大资助 这些创新理念和行动带来了环境和社会效益 ASML总裁兼执行长Christophe Fouca评论道 这项协议标志着ASML和IMEC之间长期合作的下一步 它标志着他们共同致力于为半导体行业开发解决方案 并符合他们投资于技术和创新的战略 这将造福整个社会 IMEC总裁兼执行长Luke Vandenhoe表示 他们很高兴能继续与ASML保持长期独特的合作关系 为行业提供30多年来最先进的图案化解决方案 ASML完整的产品组合将使他们能够扩大和进一步成熟 他们的试点生产线的能力 为整个半导体生态系统提供最先进的研发 以应对人工智慧驱动的技术进步的挑战 由于IMEC非常注重可持续创新 因此将其明确纳入他们的合作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ASML对该伙伴关系的投资 还得到了晶片联合企业和比利时Flamish政府 用于实现欧盟晶片法案NinoIC试点线 以及荷兰政府提供的资金的补充 作为欧洲共同利益的重要项目 据了解 NinoIC试验线的收购和运营 由晶片联合企业 欧盟的数位欧洲和地平线欧洲计划 以及参与国比利时Flamish政府 法国 德国 芬兰 爱尔兰和罗曼尼亚 共同资助 在IMEC提供0.55NA技术 是荷兰政府资助的NextGen 7A项目 EPI 2201的一部分 该项目是欧洲共同利益的IPCE重要项目 与此同时 DRAM大厂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宣布 它已经成为业内售家向合作伙伴 提供基于极紫外光EUV曝光技术的 E-GAMMA制程的第六代十奈米级 E-GAMMA DRAM节点的DDR5G一体样品的公司 不过 美光并未透露 其E-GAMMA制程使用多少层EUV曝光 根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 美光送样的E-GAMMA DDR5G一体晶片 仅仅只用一层EUV曝光 这是由于美光希望通过减少EUV使用 以加速量产先进制程DRAM并降低成本 报道称 美光选择减少依赖EUV 因而更多的关键层 还是基于成熟的亚福进膜式曝光AR5制程 ASML数据显示 下代深瓷外曝光DUV系统 为193奈米波长亚福激光 可达成38奈米特征尺寸图案化 虽然EUV的13.5奈米波长精确度更高 但成本也更高 美光表示 EUV技术未完全稳定 仅必要时使用 短期可能提升生产速度 但长期可能会影响晶片良率和效能 虽然美光减少对于EUV曝光的依赖 短期内可节省成本 但长期可能会面临技术瓶颈 市场人士指出 AR5制程须更多步骤 可能导致良率下降 EUV层数增加 超过三层后 技术难度也显著增加 相比之下 韩国DRAM大厂三星和SK海力士DRAM目前则更依赖于EUV制程 目前SK海力士已于2021年导入了EUV制程 下代EC10奈米级DRAM也是类似策略 三星则在2020年起就采用EUV制程来生产DRAM 其第六代EC10奈米级DRAM使用了超过5个EUV曝光层 另外在逻辑晶片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此前三星未能及时量产自研的Exynos 2500处理器 使得Galaxy S26系列旗舰智慧型手机 目前只有配备高通Snapdragon 8 Elite处理器的版本 但是据据FN News报道 三星最新的基于前2奈米GAA制程的Exynos 2600处理器 将会在今年5月进入量产 根据此前的消息显示 Exynos 2600在三星的2奈米GAA技术上进行了施生产 并获得了超过30%的良率 但仍低于50% 这对于该公司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进步 但要达到具有经济效益的量产 还需要进一步将量率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FN News报道称 为了帮助将2奈米GAA制程量率提高到可接受的预值 三星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监督改进公司2奈米 及以下制造工艺的所有努力 一位三星电子公司代表此前曾提到 量率问题一直是三星的阿卡流斯之种 但尖端节点已经开始显示出稳定迹象 虽然今天组部门可能会尽一切努力确保 Exynos 2600能够更大规模的生产 但将其添加到Galaxy S26规格的最终决定 将在2025年底之前决定 这意味着三星不仅需要提高其2奈米TAA良率 而且还必须确保Exynos 2600的效能至少与竞争对手持平 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对手将是高通Snapdragon 8 Elite Gen 2 联发科天机9500以及苹果的A19和A19 Pro 分析师评论说 三星二奈米GAA技术是显示更好的结果 比旧的第二代三奈米GAA更好 但时间不站在三星这边 因为它需要展示切实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 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的三奈米制程 尚未获得大客户的采用 二奈米制程目前也仍未有获得大客户的迹象 辉达高通的最新一代晶片仍将在台积电进行代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